理财APP 杨嘉宇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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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听众大家好 您是几口支架 以前每期用电大概是多少度 要花多少钱呢 我们将是大概四口支架 我们那时候每个月用电 好像是两万出头到一万九千多块钱 大概就是这个任期这样子 夏天的吗 夏天的用电量 夏天的 是 那这样子任期维持了大概好几年 好几年的时间 我就觉得这样方法很 到了夏天会很不开心 所以就开始想要节电的方法 是 那改变节电方式之后 这个电费下降了很多对不对 对 下降到大概才三千多块 所以就觉得很开心 就开始持续节电的方案 是 夏天这一号电的就是冷气 先来聊一下 你是怎么样省下开冷气的钱的 是 首先回来讲我们家的状况 我们家那个方向是西晒 大概从 其实大概从10点多11点 要说太阳开始 它就一直晒到我们家 然后到大概五六点 太阳才会 那个就是阳光才会开 所以那段时间其实是最热的时间 尤其是客厅 因为我们所有人活动都在客厅 那客厅非常的热 所以都 每天是开冷气的方式 可是后来我就想到是有一种话 就是我们有时候开车的时候 我们不是都会有个隔热的那种 那个铝箔的那种隔热板 对不对 对 我就想到说 那因为我们家超大 就是我是说窗户很大 大概好几百公分这样子 我想说不可能有那么大的那种 像车窗的那种隔热板 后来我就想到说 跟他同材子的那种铝箔子 就是我们烤肉用的铝箔子 我就试试看 对 把它贴到窗户上 就是很亮的那一面 不是铝箔子有雾面跟亮面吗 我就把雾面贴到那个窗户上 就瞬间我们家就量了 大概三四度 原先我们家大概在正午 一点多两点开始 稀晒非常严重的时候 大概会有到39度8的那种温度 很高 后来就这样子贴上去以后 就量了大概三四度 就亮面朝外这样贴上去 亮面朝外 后来这样子的方式觉得很棒 后来我又想到说 我以前在日本就是有一种方式 就是他们都会洒水 洒水就有降温作用 就是有一个城市就试过 试验说那个正午一点 家家户从门口就洒出一公升的水 这个全市是降了一度 我就想说那我不可能洒水 我们家里面洒水不行 那我想到是用脱地的方式 就脱地的方式 又降下两三度 所以这样子的方式 然后再加上那个防UV的那种窗帘 这样方式大概我们家会有到33度左右 这样子 这样子减了大概五六度吗 五六度对对对 可是还是很热 后来我又想到说 我们有时候去东南亚旅游 那很东南亚其实 那个国家其实是很热的 他们可是很少冷气都用吊扇 我就试试看 我就买了个吊扇装上去 好像才花了八千块的吊扇 就这样子三个动作下来 我们家大概只有到三十点八度左右 哇 从那时候开始就没有再开过冷气了 你还想我们家那个冷气很大 是大概有2.5吨 大概两千 两千五百 那个两千五百 那个BTU的 就是我们家那个用电量 大概两千五百瓦 这样子 两千五百瓦 其实这样子 开了十几个小时下来 真的很费电 然后又加上夏季那种累计的电费 所以冷气从那时候开始 大概十年没有开以后 我们家维持大概三千多块 夏天的电费 完全不开吗 睡觉也不开吗 睡觉有开 睡觉还是有开 可是就是光一个那个白天 因为白天在家的时间很长 我们家白天 因为那个都有人在家 所以都一直开着它 可是就是白天的冷气 就是客厅的冷气 再也没有开过 是 所以你们家冷气是变频的吗 是节能的 对对对 可是还是 那时候还没有到节能 是变频 因为那个早期的嘛 那后来因为 因为我没有再开过它 后来那个冷气 就变得只是装饰用 就是说可以用 有人说你家有冷气 我说有啊 开给你看 十秒钟就把它关上了 那种状态 是 对对对 那除了 是 然后我除了这个 我还发现到说 我就开始 开始注意到 怎么个节电法 因为光是一个冷气 是夏天嘛 是 那你平常时间 就是整年 你还是要有节电的那种做法嘛 后来我就想到说 用那种替代的方式 怎么样不用电的方式 比方说像那个插电式的热水瓶 我就把它拿掉 我就试试看说 用那个烧水的水壶 用瓦斯烧水 我就画掉这样子的方式 我就 因为我开始就学 怎么样算电价的方法嘛 画掉我这样子的方式 一个月下来 我可以假如用瓦斯烧开水 我不要用到电 我一个月可以省下电费 至少三到四 三十度到四十度的 那个电费 用电量 对 所以我就这样帮 也就是烧开水 是改用瓦斯 不用插电的 这个温水瓶 热水瓶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因为现在 现在市面都有 都有那种保温 效果非常好的保温瓶 它完全不用到电的 有的好的保温瓶 其实也不贵 才几百块 也可以保温到 大概15小时以上 保温大概80度 所以我觉得 只要花个五分钟 三到五分钟 夏天是三分钟左右 冬天五分钟 我就可以大概有 二十小时左右的 八九十 八十几度的热水 我觉得是值得的 是你自己还会算用电量 好厉害 因为你要省电 你就开始会算 所以我看到人家的电灯 我用电 我马上就多多 就算得出来的 是 对对 所以像这样子的方法 你就觉得这样子 因为你算得出那个价钱 就是算得出你省多少度的时候 你就觉得很开心 因为我曾经这样试过 我假如说冬天一样的用电量 我没有用 我没有用那个 就是说插电式的热水瓶 我叫朋友 我说你拿掉试试看 他说他真的有省到 将近五百块的那个电费 哇 这么多 所以我觉得是值得 对 是值得的 因为一期下来 大概有八九十度 大概五百块钱左右 还有哪些小家店 可以经由这个改变方式来省电的 比方说像我们有的时候 像那个我们那个烘碗机 有没有 因为夏天的时候 天气很热 那个水干的速度很快 你就用天然的方式 就把那个碗 用那个洗菜的那个篮子 就架在上面 大概三个小时 那个碗就干了 所以就不要用那烘碗机 虽然烘碗机的用电量不凶 可是一个月也可以省到 将近三度到四度的电 我觉得是可以试试看 因为夏天的话 真的干的比较快 好 像这样子的方法 烘碗机我就没有再用过了 然后呢 那个那个 那个什么电锅加热的话 我都用微波炉加热 或者是用瓦斯加热 因为夏天的电费真的是累进 你一定要累进到上个阶段 那个用电量 那个电费是超凶的 所以像那个微波炉 那个瓦斯 我就可以贴在我的电锅 然后呢 我一次大概会煮饭 煮稍微多一点 假如说我每次煮饭 假如说每天都煮的话 可能用到二十一分 二十二分的电锅的那个用电 可是我要是一次煮 五天的量的话 然后用两分钟 微波加热的方法的话 我一个礼拜可以省下 一百分钟的电 所以大概一个礼拜 可以省下一度半的电 所以一个月大概可以省六度 所以用这样的方法 那个轻微的那种 用电量 我还是把它省下来 是 那在烹调的时候 还可以怎么做来节电呢 对 像加那个 有的时候我们吐司面包 跟我们有的时候会买 有馅的那种面包 人家都用烤箱去加热它 我是用平底锅 那个瓦斯加热 一分钟左右 那整个面包会是香喷喷的 那个吐司面包也焦黄 焦黄 所以这样方式 我就不要用到烤箱 那另外呢 我就常 因为夏天很热嘛 我都喜欢做凉拌菜 大概假如说三菜 三个菜里面 我大概会有两个菜左右 是凉拌菜 只有一个菜是加热的 然后少油 少火 小火的方式 我就不要用到我的排油烟机 因为小火 假如说小火少油 因为没有什么油烟嘛 所以排油烟机不用开它 然后利用早上的时间煮汤 就不会那么热 因为早上不用开电扇 就在厨房待着也不会热 所以光是这样炒菜 用这种方法 就是烹调的时候 用这种方法的话 我有估算过 最起码 像电热水平啦 像不要用到烘碗机啦 像不要少用到排油烟机啦 不用烤箱啦 微波炉替代那个电锅 这样的话 至少可以省上50度左右的电 哇 这些PayPal 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吗 好厉害啊 所以像这样的方法 节电我觉得是很舒服的 所以有人问我说 难道你不会热吗 我说我会热 可是我现在找到一种方法 就是说 像白天我不开冷气 还是会热 一定30度左右还是会热嘛 可是我找到 像市面上有一些 材质不错的 那种两杆的毛巾 有没有 因为它真的是贴到身上很凉 我有试过贴到身上 让你的体温会降到27 8度 很凉 会有那种瞬间冷的感觉 然后我还研发说 我们夏天想要喝柠檬汁嘛 是 那柠檬皮不要丢掉 就是几锅汁的皮不要丢掉 你放到冷冻库 然后随时你就会 那个放到我们的那个冷水里面 就是水桶都开了 接一锅 一小盆的水 然后把那个几锅汁的柠檬皮 放到水里面这样搓一搓 让整个水有柠檬汁的味道 有柠檬皮的味道 然后把我们刚刚那个凉杆的毛巾 放上去 搓一搓 然后那个 敷在身上 其实身上不但有柠檬香味 而且整个是清凉的 好真的很会节奋